不会出什么岔子吧 绝对不会有问题 绝对不会有问题 没有私自备份吧 于公 不要跟我开这种玩笑 好 不错 很好 这怎么回事 真是 你电脑里不会有病毒吧 不可能 我电脑怎么能有病毒呢 是不是卡死了 强制重启试试 我数据呢 硬盘里没有 我的数据也不见了 对不起 现在你电脑里的病毒 把整个核算小组的数据 都弄没了 现在怎么办 不可能 以前从来都没出现过 这种情况啊 那你的意思是 她的电脑和病毒 还是我这个硬盘有病毒 我这个硬盘 每转移完一个核算小组的数据 都会进行格式化 就是为了防止 这种事情发生 算了 算了 现在先不争执这些了 没意义 关键是这些数据 最晚最晚 明天早上我要拿到 你们熬夜也要完成 你等一下 看 反正是我的电脑处的问题 你让他们都走 我保证明天早上 把数据给你 我都可以 你们自己商量 你就放心吧 她是我同学 人挺靠谱的 报酬啊 报酬我倒是没提 你们俩自己谈吧 不可能 她不可能会欺负你 要不然我宰她 行 那改天见 今天又不开会 你怎么来了 我来查资料 你呢 还能因为什么 多我妈呗 这不周恋刚打了个电话吗 周恋 她不是想给她的西餐厅 拍宣传片吗 我就给她联系了假实 你说这机位多好 我正好可以进一步试探她 只要关系到了 恰当的程度 我一定有办法套套话 吃醋了 我说你这自恋的毛病 准备什么时候改改呢 改不了的 我已经放弃治疗了 还有 我妈是不是又给你发微信了 你妈问我 什么时候吃饭 你就说你工作很忙 记住一个原则 能拖就拖 我不能每次都这么会吧 一想到她老人家 我都头疼 你疼着吧 你疼着吧 今天下班考数据的时候 我电脑突然崩溃了 整个小组的数据全没了 喻浩然说是我的电脑有病毒 还让我明天一早把数据交给她 没办法 只能赶工重做了 病毒 你查了吗 我给你看看 这些数据啊 这些数据啊 育工也真是的 这 这数据没有这么着急用啊 要不然你先回去 我跟她打个招呼 那不行 我也争口气啊 明天早上把数据甩到她脸上 找一下 你当时什么情况啊 跟我说说 当时 喻浩然拿移动硬盘考数据 别人那儿都没事 然后到我这儿突然出现弹窗 系统就崩溃了 我强制重启 电脑里也没了 硬盘里也没数据 都没了 没有 没有病毒 我就说吧 郁浩然根本就不听我解释 那就还有一种可能 这是硬盘本身的问题了 可是郁浩然说 没考完一个小组的数据 她都会把硬盘格式化 说不可能是她硬盘有病毒 算了 反正都已经这样了 就算她是存心的我也认了 你这么爱较劲的 程公 我自己可以的 您先回去吧 这种工作我也有好几年没碰过了 今天就当怀个旧吧 你分我一半 我给你弄 程公 可我自己 抓紧时间 快 考给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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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露露 露露 快起来 你怎么睡这儿来啊 昨天加了个包四点才弄完 你可真行 快 起来洗漱一下 我带你吃点东西 不想吃 我要睡觉 别懒了 赶紧 快快 快 快懒啊 你赶紧的 走 不会有成为 要满我真得撑销了 这于昊然 现在还有这胆子了 姐 你到底怎么得知她了 我平时跟她没什么接触 她就跟杨迅那帮人走得比较近 这帮人这下 所以我早就跟你说过 现在鼎华这个地方 没你想得那么简单 我不所谓 反正他们这么干 早晚是得把自己栽进去 等不了那么久了 不能让他们觉得我们好欺负 姐 这事你就别管了 咱们不能跟他们一样 我不害人 是他们自己害自己 杨迅的报销记录 有很大的问题 采购上吃回扣 宣传上虚报开销 就连平时的报销账目 都经常做手脚 这三年来 从来都没有间断过 我还没有来得及 查更早之前的记录 我看这些单据 都是你签的字 我自己是有责任 可这一笔一笔单看 真的很难发现问题 你提供的这些资料 某种程度上来说 反倒减轻了他作为间谍的嫌疑 可这贪污公款 同样也是严重的犯罪啊 那接下来怎么办 先保密吧 我要回去跟我同事商量一下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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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多事 等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其实一调都不简单 怎么叫 没想到苗露还挺成熟的 她要是跟一号人吵翻 这事一定会报上去 说苗露仗着她姐的事 直接跟部门领导叫板 可是我刚开始招她亲爱的时候 我只是在 这程序上做了一点点的手脚 这要是一茬的话 你等会儿 你在程序上做手脚了 这不是小事啊 怎么你说起来这么轻松呢 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看啊 苗露仗这个职位 没有半点问题吧 可是万一他们指责 苗霏跟我搞立一小团体 我跟你说啊 这种谣言半真半假 最后杀上力了 那我去跟邹教授申请一下 把苗露那个小组 归到我的工作团队里来 我直接分配任务 可是特别助理这个职位 喻浩人肯定要跟你抢 你这么做不怕昭黑了 我 我 我不昭也是黑的 我就是觉着 苗露这女孩还挺有意思的 就这么走了有点可惜 哪方面有意思 你这人哪儿都挺好的 就是这儿有点脏 太脏了 太脏了 我们走 我不能把他的家給刀 你 dump 让你 怎么 adorable 我可以照顾给他 我的неlee 我自己说 我去 MON 你怎么去 FUC 杜摩呢 没跟你一起啊 没有 我刚从外面回来的 这小子一般都最早到 今天怎么回事啊 我一会儿给他打个电话 你知道喽 就许你们知道 来说正事吧 我来说说杨迅的事吧 今天苗霏跟我见了面 给了我杨迅贪污公款的证据 贪污公款 那也就是说 杨迅也跟咱们案子没关系了 证据可靠吗 应该是可靠的 苗霏这件事情做得很细致 她详细核对了每一笔款的数目 正好跟杨迅 这三年来的入账记录相匹配 那她说不定还有海外账户呢 要不我再查查 哪有间谍这么高调 还贪污公款 嫌自己暴露得不够快吗 间谍是有多种伪装方式的 我们的对手在鼎华扎根扎得这么深 你认为有多大的可能 会冒着这种被公司除名的风险 虽然我不想承认 但杨迅这条线也算是断了 而且她一直搞职场内耗 给我们调查也制造了很多麻烦 她现在正好有经济问题 就一起弄出去好了 你说那杜猫 丙华职场那点破事 让他们自己玩去 你正好我没有走 坐 我坐这儿啊 你坐我特助这几年 我对你怎么样 都挺好的 我有打压你 刁难你吗 您这是哪儿的话 这肯定没有啊 我有排挤你架空你吗 没有 您充分放我的权啊 放权这个词 这权 你名义上是我的特助 实际上是行政管理中心 第二个主管了 苗总 你这就是抬一手的事 这什么性质你不清楚是吧 贪污公款 我能说放就放吗 是 我知道 苗总 我这些年我就算有做得不太对的地方 我没有功劳我还有苦劳嘛 苗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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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钱补上 肯定不能 你把钱补上 自己辞职 说了这么半天 你还是要我走人 集团不追究你的法律责任就很好了 你不会还以为你自己能留下来吧 好 好 我们走 好 好 好 开事呢 开事呢 什么时候进去啊 进去好长时间了吗 您好 欢迎光临 您好 谢谢 这是我的客人 你先去忙吧 好的 你好 你这儿怎么一天一个样啊 这不是为了配合拍广告吗 拍完了 那太可惜了 我还想凑个热闹的 我跟你说啊 你介绍这人特靠谱 所以今天午饭我请了行吗 行啊 我才不跟你客气 你走啊 我 就没有 这回可赚到了 这些都是以前吃不起的东西啊 马总可真会开玩笑 我这小店还有你吃不起的东西啊 菲菲这次怎么没有跟你一块儿来啊 苗总现在是忙得焦头烂合 根本抽不开身 这 怎么了 这 怎么了 现在啊 有的人变着法子给他试半子 你们俩关系这么好 他应该跟你说过吧 听过一些 他爸病退 接着俩上案件是不是 根本不是这些事啊 那又怎么了 算了算了 公司的事你就别管了 要我说呢 菲菲还不如出来自己单干得了 做个像长安科技这样的公司 挣得多 也省心得多 白手起家没什么容易吧 那可不一定 菲菲手上握着那么多资源 加上他爸的影响力是吧 至少不会比贾长安差吧 再说了 贾长安都能从鼎华 拿到C类的矿石配额 菲菲不能比他少吧 以前的老苗总呢 确实会有试权 现在 归余 我倒是觉得 这些人跟他明正暗斗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为他们有利益冲突 如果菲菲愿意主动 把位置让出来 把利益让出来的话 说不定这些人 反倒愿意跟他合作 互一互利嘛 真是没想到啊 你居然把人心看得 这么偷尘 你说你这张嘴 怎么老不在夸人啊 彭总 苗总 这儿就咱们两个人 所以呢我也不逗圈子了 杨迅的事我已经知道了 好 这事我本来是 希望私下解决 免得大家闹得不好看 如果能这样 那是最好的 你说这事说小 也不是小事 但是你说说大 难不上什么大事 彭总 贪污公款 而且还不是小数目 这事在我看来 可小不了 这不毕竟还没 改官定论嘛 对吧 咱们这儿现在也不能 武断地就判定说 杨迅一定贪污公款 我的意思就是这个事情 回旋的余地 您可以看看这些证据 有什么不明白的 我可以解释给您听 好 咱们就认定 他贪污公款了 但是你我这种做领导的 是不是不能 只从一个角度看问题 对吗 每个人都会犯错 咱们也得区分一下 这个错误的性质吧 怎么区分呢 你比如杨迅出卖国家核心机密 参与走私矿石 这个罪过国法难容 但是就目前他犯的这个事 这顶多是一时起了贪心 对吧 我们做领导的 我们督促的 把款补回去 这个对鼎华没有多大损害 如果贪污了公款 把钱还回去就没事了 那大家都会试一试 反正被发现了 也不用负责任 我不会发现还赚大了 不是 小淼总 你这就有点抬杠了 我说的不是每一个人 我说的是杨迅 你我都熟悉的这个人 这个人是我们的同事 就相当于战友 这都是为鼎华 做出个贡献的人 干吗要置人一死地 把事情弄得这么难堪呢 庞总 您以往开会 一直都强调纪律原则 强调对违法违规现象 零容忍 怎么今天杨迅犯了事 到您这儿您就换了套说辞 我并没有换一套说辞 我只是想让你换一个角度 对吧 我们不要钻牛角尖 我 我这好歹是你领导 对吧 我跟你父亲之间 对不对 我说的话 您总得考虑一下吧 您说的话 我一直都有考虑 可现在您说的这些话 在我看来就是双重标准 选择性健忘 杨迅的事儿 还没有最后结论 他确实有做手脚的可能 但小苗总你挺好的 最后拍板的人不是他 可证据明明白白摆在了这里 但最后签字的人是你 他怎么办 这件事情跟杨迪参与 私下利益分配的 只有你们两个最起 这件事情让人闹大 你脱不了担心 小苗总 你好好想想 啊 好 为了保阳迅 你脱离 把脏水泼在你身上 这种人平时这么道貌而来 背地里这么流氓 苗总 鼎华为什么会让这种人 身居高位啊 你刚来不久不了解他 他不是那种 会说空话的人 他这个人有能力 有手段 之前都是我爸压着他 现在林总都不一定能治得了他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放过杨迅 他也肯定不会放过我 他是常务副总 事情放到台面上 我不一定能斗得过他 结果最后很可能是两败俱伤 我跟杨迅一起出局 我觉得这件事情 不需要硬碰硬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层面 你应该直接去找林总 你在林总面前 先承认自己的错误 再把杨迅的事情包上去 这种事情林总不会没见过 而且他会帮你 你别忘了 庞一山做得太大 对林总也是一种威胁 苗霏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向您提出辞诚 你这是干什么呀 到底有什么事 把事说出来 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给公司打来了重大损失 什么责任 什么损失 先把事情说出来 我太大意了 在这些东西上面签了字 直到今天我才发现 一直有人通过虚假报销 去侵占公司资产 这些是我已经找到的证据 杨迅以种种方式侵占公司资产 直到今天我才发现 是我管理上的疏漏和失职 不是这样的 苗霏诬陷我 我为什么要诬陷你 难道这些证据都是假的 报表不是你填的 采购价格不是你做的 这些东西 是经过很多人的手 杨迅 你现在承认把钱退回来 公司可以考虑不起诉你 你也可以不承认 我会成立一个调查小组 彻底查清楚 可能是否就 Believe 你还要知道 不要求了 这是我 ficARE 你怎么办 我还是那句话 鼎华坚持原则 公平公正 我既不希望杨迅贪污公款 我也不希望苗霏诬陷杨迅 对吧 也不是非黑即白 是不是有可能中间 有什么误会 很有可能就是这样 出了这么大的事 误会 解释不了啊 比方说 杨迅核对不轻 高估预算 而苗总呢 审核不细 早摔签字 这看似都不是什么大事啊 但合在了一起 就导致了现在的情况 完全有这个可能 所以说 我们作为领导层 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 必须得谨慎全面 对吧 你说杨迅有没有问题 很有可能是有问题的 对吧 但是你说为他签字 排版的苗霏呢 难道就一点问题没有吗 对吧 刚才苗总自己也说了 可能是他工作上的疏漏和失职 对吧 庞总说得很对 谁都可能有问题 是这样的 这件事情涉及到贪污公款 兴致严重 林总 我认为我们应该直接报案 让公安检察院 这样专业的执法机构 直接介入调查 现在我们要到达 那是网友 凯云 这样却会去找 我去找一个账战 你找出了 这次我们要找到 你找到账战 我找到账战 你找到账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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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到账战 你找到账战 我找到账战 我找到账战 你找到账战 我找到账战 林总 各位领导 立案调查影响咱们公司的运营 损害我们的名誉 我工作有失误我认了 我 我保证 我会赔偿全部的差额 我申请辞职 你开口说彭依然说得对 我心都凉了 我还在想 什么时候被他们给拉拢过去 看来我在你心里 是一个可以随时叛变的情形啊 我就是觉得 我很难看透 怎么可能呢 我这个人善良正直坦荡 有什么看不透的 总之 这份情我领了 以后你在鼎怀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我一定都会尽全力去帮你 谢谢苗总 晚上有空吗 今天 有今天还真不行 我已经和别约好了 女朋友 当然不是呢 女性朋友 要真是女朋友就好了 干嘛 你要准备走着去开会啊 我打车 你这两天是怎么回事 我这私事你都要管是吗 上车 你有意见 我允许我也尊重 但你能不能别自己憋着 你能把话说清楚吗 韩静 我不接受你的施舍 什么施舍 你为什么要偷偷资助我家里 我自己养不了家吗 你怎么知道的 你怎么知道的 这重要吗 我只是想帮你 你瞒着我 说明你知道我不会接受 就是因为我了解你 我才瞒着你 每个人家里都有自己 过不去的坎儿 以前我们家出事的时候 也有人帮我 那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的 那时候你还是学生 现在我已经工作了 是 我妈治病是需要钱 但我自己能够负担 你要怎么负担 不吃不喝 下班了再做一份兼职 你的工作允许你这样吗 我了解你的性格 但不代表我能够理解你 让别人知道 你们家有困难 这就伤你自尊了 你的朋友帮助你 这就伤你自尊了 自尊不是应该让一个人 变得更强大吗 你为什么变得这么脆弱呢 别人可以帮我 你不可以 我先说一下鼎华内部的情况 杨迅已经被迫辞职了 那周恋那边呢 有没有套出什么 说了一些不痛不痒的话 密钥丢失以后 对方已经很久没有动作了 那就等 等他们行动 等 这就是你的意见 我的意见有人听吗 我听 你说说 对方要的是什么 DX矿石 管他人工合成的也好 地里挖出来的也行 反正他们要的就是这个 但是现在合成技术 根本就还在验证阶段 你在那守着 有什么好守的 这倒是个新思路啊 你接着说 所以说 有这个时间经历人手 还不如按照之前 查长安科技的办法 查查别的小公司 那么多公司 都能从鼎华拿到配额 谁知道里面 是不是还藏着一个长安科技 我觉得市局 确实得加倍点人手 朝这个方向好好查一查 长安科技 出事也已经这么久了 鼎华的配额 也应该重新分配了吧 我倒不这么觉得 菲菲在公司 积累了那么多的资源 加上她爸的影响力 至少不会比 贾长安做得差吧 再说了 贾长安都能从鼎华 拿到C类的矿石配额 菲菲不会比她少了 杜猛 多亏你提醒我 贾长安出事之前 你不认真 苗菲知不知道长安科技 从鼎华拿走了多少配合 这个 是后来我们告诉她的 苗菲应该不知道 她一直都不清楚 长安科技具体什么情况 而且 贾长安也不会跟她说 案发之后才知道 那她应该不会说 一方面我们叮嘱她 贾长安的事情 一定要保密 还有一方面 苗菲本人非常在意 她跟她父亲的生育问题 论配额 苗焕阳有很大的嫌疑 以权谋私 所以 苗菲应该不会说的 那 那周恋怎么会知道 贾长安拿走了C类配合 好 好 杨迅的这些材料 原件你们拿走 负义一份留给我就行 好的 你们代表公司 去跟杨迅对接 让她在三十个工作人内 把款项补上 逾期不到账 走法律程序 好的 没问题没有走 没什么事 那我就先走了 有问题随时沟通 好的 姐 我听说杨迅辞职了 辞了 是因为我的那件事 好 我用了 你们从来 都要把连工晨继续 那还有 你还要把你脱了 你把杨迅提走了 接下来就该对付 郁昊然了吧 杨迅这个事情呢 很复杂 签设的东西也多 我懒得跟你细说 至于郁昊然呢 我也没心思整他 除非他继续作死 不过他现在跟我 也扯不上什么关系 我们组线都归城公馆 程雷那个人挺踏实的 你好好跟人家学学 对呀 程雷他脾气特别好 工作能力又强 姐 我打算找机会请他吃顿饭 不影响公司规定吧 是的 好好处理一下这个关系 我去接个电话 不用不用 你在这儿接吧 我没事先走了啊 再见